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吹过的 拂过的 都是清风 看过的 听过的 不会是梦 你不说 我痛得 因为相逢 哭过 笑过 将往事 尘封 哭过 还能在 日处是生气 无面就不会 痛 夜里凋零 哭过 能在 沉默前 拥抱你 故事结局 有两尘美景 你 我相逢 世命中 注冰 我就知道 他们绝对不会把你放在核心的板块 妈咪 你放心 借着中国那边的发展势头 我有把握 五年之内 一定把这块业务发展成集团最大的板块 你爸爸有说话吗 你说什么 我就知道了 我们俩母子呢 是朝里朝外都没人 只要我把业务给做上去 根本不需要什么人 那我问你 林晨晨有什么业务她可以做上总经理 当然 业务很重要 经营人脉那是更重要的 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有事 知道吗 来 来 祝福你 茶水小妹的 不知道啊 怎么了 有客人要看样品的 那 那你去陪客人 我帮你弄茶水就好了 好好好 快点啊 我们这个展厅啊 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产品 你比如说啊 这一款 这一款牛奶丝的产品 是我们工厂刚刚研发出来的 含有十七种氨基酸 这个 比这个棉纱跟针丝呢 强度都要高 而且防柱 防虫 耐穿耐洗 质地很轻又软 透气性能特别高 假的呢 是比棉纱贵一倍 这在我做不了 你 你用手摸摸 感觉一下 嗯 还有没有去大克酸的新面料 这个呢 这个你看看 这不是上次过来看过的吗 这个看过吗 没有意思 那这个 这个是新的产品 这个你没看过吧 这些面料我以前做过 更难做 其实牛奶丝啊 您看 我们这个牛奶丝 它是非常适合做贴身内衣的 嗯 有很多大牌的一些内衣的品牌 全部都用它来做女士内裤 我们自己穿的也是这个 那感觉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自己感觉一下 非常非常地滑 对不对 对 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夏天我们今天会出汗 然后穿上这个呢 完全不会觉得说好湿湿的 黏黏地粘在身上 嗯 最重要一点 它是天然异菌效果的 我们有卫生证书 知道吗 为什么它叫牛奶丝呢 为什么 真的 对 所以很多女孩子 一穿上完全不想脱下来 你想不想试一下 我请你一说我 我都想试试 好 要不这样 我先点你一个规 如果 正像你说得那么好 我离开戴北南京 嗯 没问题啊 对了 你看一下 其实要做内衣呢 这款褥子是必买的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地舒服 材质都是一样的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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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还真行啊 纯粹是性别优势吧 有当业务员的潜质 真的吗 我可以当业务员吗 你为什么想当业务员 业务员 业务员挣钱多啊 就为了挣钱 业务员比更单元厉害 还有吗 还有 就 我也收个大厨了 你呀 现在当业务员 还不够资格 那怎么才能有资格呀 倩姐 喝点那菊花茶凑好些火 这个吗 对呀 这菊花茶可是我最爱喝 是吧 对的 给你加点水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那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 多拍几张单呢 不是 让我想一想啊 你不会是又有什么 新的问题了吧 倩姐 你说我可以当业务员吗 不可能 为什么 从我的角度讲 你是根单组的业务骨干 如果你走了 那根单组一大部分的活 都没人干 从业务组的角度讲呢 对业务员的要求很高 不能你说转就转哪 行了 好好干活去啊 都说我不信 老高这么说 倩姐这么说 您也这么说 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一定要先学什么吗 那当然了 那最起码也是 对外经贸专业 最好是 对外经贸大学的 可是我当跟单员之后 我的业绩 一直是比较靠前的 如果当业务员 我也能够很快学习 您在大会上别表扬我嘛 说我学习能力强 业务能力也强 你的能力一直也不差呀 但是公司是有制度的 跟单至少五年以上 才能转行当业务员 五年以上 这样 那我明白了 刘总 谢谢你 能够作为市场部跟单组 年度第一名上台发言 我倍感自豪 这不但得益于部门各位同事的支持 与默契配合 更得要感谢 刘总 感谢市场部团队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事的指导和帮助 在这里 我对各位领导的栽培和厚爱 行了行了 你别念了 你这第一名怎么像倒数第一名啊 你就不能激动点嘛 脸上有点笑容 就像那士兵打得胜仗一样 开心一点啊 艾米姐 你说我会做一辈子跟单员吗 不会 你的意思是 一个月内就会有好消息了 什么好消息啊 公司考虑把跟单组变成跟单部 下面呢有两个组 你就是其中一个组的主管候选人 我不想当主管 我想当业务员 现在有请市场部业务组 年度第一名高宏川上台领奖 大家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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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欢迎 谢谢 这是出票 好 谢谢 刘青老高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集团 感谢领导 给了我这么一堆荣誉 和奖励什么的 我想问大家一句 辛苦了这么一年 这点钱 这点钱值得吗 这点钱值得吗 不好意思 接一个电话 我们听说是不出来的 料理 你俩锡了 这点钱值得吗 我俩锡了 你俩锡了 你俩锡了 我俩锡了 你俩锡了 我俩锡了 你俩锡了 我俩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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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司接了一笔生意 为工厂接了一单大活 非洲的客户也有了一笔收入 而我老高呢 又有了一笔四位数的奖励提成进账 但 这不是最牛的 我卖给非洲这两万台收音机 起码可以让两万个家庭 感受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 我们做外贸进出口的 不仅把商品带到了当地 更把定须文明带到了当地 所以 这才是最牛的 大家伙辛苦了一年 我想说 真的值 因为 我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好 老高讲得真好 谢谢老高 祝贺你 好 接下来获奖的是 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 简爱 请简爱上台领奖 一名 用这些嘱咱们的 就是 最新的 赞领奖的 作主 赞领奖的 我 真的 买ум试图的 试图的 自从进入业务组以来 跟单组 是自从进入跟单组以来 您把稿子拿出来捏 找着捏 不好意思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同事 大家好 今天能够作为市场部跟单组 年度第一名上台发言 我 王总 刘总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状 也不要这个奖金 这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想当业务员 为什么呢 我也想像老高一样 我也想改变世界 这样吧 如果明年 你在跟单组的业绩 创了新高 我调你去业务部 那您是答应我了 对 我答应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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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高兴 我真的是为简爱高兴 我 我知道 其实她今天非常非常激动 我也很激动 我呢 是一路上 看着她走过来的 我知道她付出的太多 太多 太多了 正是因为她的坚持 她的努力 她才能够 站到今天的领奖台上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也都能够像简爱这样 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的公司 才会更加辉煌 谢谢大家 孩子啊 嗯 你今年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希望 妈咪健康快乐 谢谢 你也是哦 你呢 我呀 我每年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今年的业绩还不够 但会越来越好 您的愿望呢 也会有一天实现的 什么时候啊 嗯 我知道的 你很努力 可是我也很想知道 你去年一年 你跟你爸爸汇报过几次啊 我是说啊 面对面的汇报 一次没有哦 我很想知道 那你跟 所有公司里的高管啦 还有黎叔 张叔 还有那些高层 董事会你打过几次球 吃过几次饭 我跟林晨晨不一样啊 错 一模一样 傻孩子啊 一定要跟他们一模一样 方小姐 林先生来了 哪个林先生 董事长 怎么可能 还没告诉过我 我的天 孩子你你你你你你你 我去外衣服 我去外衣服了 来 等下午啊 我们先走了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简爱 先走了 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简爱 走了啊 哎 新年好 拜拜 拜拜 等我等我 简爱 你怎么还不走啊 哦 我马上就走了 你回家过年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啊 怎么 你不回家过年 我回啊 我回家 你是不是没买到票啊 我有票啊 我买到票了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啊 就跟我一块儿走 我们一块儿过年 晚上你就和我女儿住一个房间 谢谢你 艾米姐 我有票 我买到票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 好吧 艾米姐 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十年快乐 你不见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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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喝茶 在家叫爸爸就可以了 爸爸 对 又是一年了 是啊 你辛苦了 您更辛苦 这一年呢 你进步很大 眼光长远 做事沉稳有度 是我喜欢的风格 谢谢您的肯定 董事长 老爷 嗨 老爷 大红子啊 给您拜个年 恭喜恭喜 进来可好啊 还是老样子啊 老样子那是三年前的老样子还是五年前的老样子啊 那你看呢 你哟 不要忘了这个家也是你的家 你看看 你都没有发觉这个家重新装修过了吧 这装多久了 装了很久了 我特别呢 请了香港的风水师看过了风水 就专程为了您 用您的格局 然后把它装好了 对你的事业是大吉大利的 用心良苦啊 用心良苦啊 嗯 只要老爷 你常常过来这边 我就很开心了 我跟儿子恒之都很想念你 都希望你常常来这边 恒之对吗 恒之对吗 想你啦 我也想你们 爸呢 出去了 这个时候出去了 妈 爸爸去哪里了 我从来不问 好漂亮啊 妈 爸爸最近去那边多吗 我怎么会知道 看看奶奶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看看奶奶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走 北块岗皮肤 小心啊 爸爸在那边 不用担心 我会想办法的 走 吃饭 来 坐 起来 吃饭 妈 爸爸果然在那边 年轻的时候 他都没翻进什么浪来 现在他一把老骨头了 还管他做什么 您这是大人大力 爸爸成天也忙 好不容易过个劲 这一家人 得有一家人的样子 是吗 你们那个爸爸呀 随他去吧 他自己扫的腻 自己还 尝尝我做的一道菜 吃这东西吧 这事 你妈妈看来靠不住 得靠我们自己 香啊 汽水还饭吗 还有老样 来 我帮你盛一碗 我来吧 我来吧 没事 没事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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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那个地方呢 现在进步很快 你必须要有这种 商业的敏感度 先生 您说到家里有什么事 您回来吧 我知道 慢点 没口服啊 家里有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老爷您再坐一会儿嘛 您都好几年没有在我这吃过年饭 改天再来 家里有事 家里有事 好多都没有在我这边 过年 这才来一个小时 汤都还没有喝 你就要走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 是 要我陪你 好 来 你 晚安 欢迎来到黑夜 关掉了 谁会期待明天 太阳要去哪 别笑 妈是个粗人 突然莫名害怕 房间遇事安静 对了 姐 那批老保服快做完了 下午就能送货了 送了货收了钱 你就去买那套新书 那我呢 把你给忘了 我的宝贝先进 快吃 快吃 爸爸愿意就不用买了 妈妈眼里啊就只有姐 姐爱排的是第一 好不好 好 上学快迟到了 姐爱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爸爸妈妈再见 弄长慢点啊 弄矽点啊 展哥 姐爱 怎么样啊 女儿 不 女儿 不 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来尝尝我妈做的冻糕 谢谢 甄甄姐 我也来尝 对 甄姐 没事 简安 来一个 谢谢 你这还想起了人些我 那你来 好甜哦 谢谢 我明天给大家带我们老家的烂肉 小薇 那个巷子佛老家把我也带上呗 是 招职起来回职起去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就是个混蛋 简安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开心 我说不是 你信吗 开门 方总 怎么了 广州的一批真私没法提货 被押在港口 什么原因 曝光的问题 跟简小姐联系 这批货是梁小姐负责的 你不让我盯着行方那小子吗 他现在有一批货压在海关了 提不出来 到了 我先去忙 喂 你好 是中发船员公司吗 我有一批货现在那个卡在码头了 海关不能清关 因为当时您这限重 所以我就少化了两关 找海关啊 喂 你好 是海关吗 对 因为我当时报关报错了 现在可不可以改下报关单啊 什么 找船员公司 喂 喂 喂 你好 是新发货贷吗 对 当时 对对对 还是那批货 你让我找船员公司 但是船员公司让我找海关 海关又让我找船员公司 我现在到底应该找谁啊 好 方总 林总来了 林总 方总 我就来问问 那批珍惜原料怎么样了 正在想买法 原料不到位 可要当务东西了 服装这个东西 错过几天就是错一季 错一季意味着错一年 我明白 你恐怕还是不明白 工厂下礼拜必须开工 五天之内原料不到位 林氏集团方总 您恐怕不好再待下去了 五天之内 一定把这问题解决 好 你慢慢解决 我定期时间 五天 这种情况啊 也不是没见过 真的吗 嗯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呢 你还想着帮他忙呢 你呀 他在你的背后 放了冷戒 使绊子 你都忘了 我也不是说要帮他 但是我自己也得知道啊 万一以后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知道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了 我接着说了一句话 说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于传公司 解 来一下 这个是非洲客户的资料 这是法国的 好 还有 这是西班牙的 这法国人跟西班牙人说英语 我真的是听不懂 这就是 别怕苦 别怕累 别忘了你在王总面前立下的精灵状 有了这三个单子 我能创新高吗 有这三个单子 超额 保证高的不得了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一下这个 做好了给我啊 良斌 良斌 你电话在响 好 我现在不想非究责任 对不起 只想把问题给解决了 问题出在你这边 也只有你能解决的问题 算是我求你了 一定帮我把事情给办妥 算是帮我 不瞒你说啊 如果这事情 没办法解决的话 我可能 会离开临时集团 好 梁小姐 你有在听吗 我是 你是简小姐 对 良斌她不在工位上 不好意思 那我一会儿再打过来 谢谢 我自己想要 何为 方先生 我是简爱 我想问一下 林氏集团那批货 最后期限是几号 十号 我倾尼让你在十号之前清关 什么 不多说了 赶回去了 好 我等你消息 小薇 这是法国客户的资料 这个单子给你做吧 开玩笑吗 我笑着开玩笑吗 谢谢啊 曼姐 这是西班牙客户的资料 这个单子给你啊 为什么 你就当帮我呗 亮哥 这个是非洲的客户 刚老高给的 这个单子你来做吧 你把这些大单交出来 你可就当不了第一了 这当不了第一 就当不了业务员了 那也不一定呢 临时集团那个单子 你交给我吧 你什么意思啊 把资料都给我吧 这没法解 这就是个死结 现在这传运公司 护运公司 都在相互推卸责任 这事根本没法弄 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别废话了 我们的出口发票上 只写了数量单位 没有写重量单位 你没有限重 所以货带那边 直接就把 实际二十二吨的货 填成了二十吨 那你去找货带呀 我找过他了 他们也承认了 这是他们的问题 但是他们说 你们要先改了 他们才能改 空口无凭的 你要我改我就改啊 这不是空口无凭 我这把所有的合同单据 包括工厂的住场证明 我全都带过来了 这个数据 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改的 赵经理 我承认这是我同事的失误 但是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你们用二十吨的数量 实际运输了二十二吨的货物 这是超限额运输 是不符合国际航运法的 一旦要有人举报你的话 其实你也有问题 我要是给你改了 那不是摆明着 我承认自己 也稍额晕了吗 就两吨而已 你们的船那么大 只要我不刻意去举报 没有人会发现这两吨货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呀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是在求你 我真的求你帮我这个忙行吗 以后我的客户 只推荐你们公司 你知道 在我们中坊 跟单元我排第一位 一年到头 就算没有一千个客户 我也有八百个客户 我全推荐给你 就算是我跟你改了 货带那边也改了 但是海关的流程啊 至少要十五天 你十号之前 肯定提不了货的呀 你先帮我改了 海关那边我自己想办法 你先帮我 就这么对吧 千姐 这新倒了茶 吃点水果 谢谢你啊 找我有事吗 您业务能力那么强 又经常跟海关打交道 海关窗口那儿 你有熟人吗 你还是为了临时集团 那批货吧 这件事情有点棘手 而且其实时间也很紧张嘛 不过 改曝关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说你认识谁就能赶他 我知道没那么容易 但是 有个认识的人打听一下也行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自立最老 跟我打交道最多的张姐 他人呀特别热情 你可以到他那儿去试一试 太好了 您跟他熟吗 我跟他挺熟的 去试试看 好呀 谢谢你的水果啊 好了 可以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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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我要修改曝关单 这个比较麻烦 辛苦您了 我是倩姐介绍来的 姐 您怎么保养的呀 您看着好年轻啊 什么呀 我都五十了 不可能 您骗我呢吧 您看着像最多四十 我骗你干嘛 我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是吗 您女儿多大了呀 忙 忙着经历波澜 忙着积攒勇敢 漫长的灰暗 只为转弯的曙光 忙着归划日常 忙着赢队无常 修炼的坦然 不管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解读着遗憾 解读着遗憾 遗憾 就算原谅 我爱你 生命之后 生命之后 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送一副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心霜 不过是一个星光 派遍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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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关不顾的平凡 无关不顾的平凡 被迫的善良 解读着遗憾 就算原谅 生命之后 生命之后 不过是一场流浪 怎么反复陷入悲伤 从一副他人目光 挥绝了自我的心霜 不过是一个星光 派遍到人海的平凡 自然的本质就是孤单 要懂自我欣赏 要懂自我欣赏